在那段時間就很長的去做表演 其實我一方面就有點忽略我學校的課程了 我的主流老師其實有非常嚴厲的提點 提醒我說你如果鋼琴沒有辦法好好的彈完的話 你也不用想繼續念或不用想要畢業了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就是同時在古典樂跟流行音樂當中 去同時去執行這兩件事的 所以後來我就下定決心先把學校好好的解決再說 我就先把認真的練琴 然後先把畢業演奏會舉辦完畢之後 畢業之後我就才回歸素養率去工作 其實在那段時間我自己是我人生中的一個最糾結的時期吧 我覺得這時候其實就是你自己要非常清楚地去選擇其中一項 你真正應該完成的事情然後努力地把它完成 其實還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反而會就是自己也會一直矛盾 一開始會拘泥於就是是不是太偏流行 但是真正進入流行音樂當中我又覺得我好像又想彈古典樂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一直到2015年的冬衛良 我覺得才是我這個人找到解答 在冬衛良的時候我就寫了一個管弦樂團的樂譜 然後這也是因為我們吃不到的樂團有這麼長的合作 然後這麼長的嘗試各種作品 然後跟各種人合作 然後就得到很多經驗之後我才回來去執行我自己原本古典樂裡面比較擅長的東西 於是在實行這個管弦樂的協作當中 我也能夠跟我們自己蘇打綠樂團同時的去磨合去配合 然後以至於我們後來的就是成果好像還不錯 所以在那個時刻開始我覺得我才找到了某種 在古典音樂跟流行音樂兩者之間能夠達到平衡的一個答案